大家好,我是动摇 使命召唤手游今天正式上线了 那毕竟是新游戏 相信很多同学对于怎么设置 怎么调灵敏度还比较陌生 所以动摇为大家准备了一套设置方案 不敢说最好 但用起来一定最舒服 首先是操作设置 设计模式选一键开镜 这样按一个键就能完成开镜开火两个步骤 不过有个缺点 那就是自动开火需要在镜子完全打开后才会触发 等于开枪有延迟 怎么办呢 别急,咱们点开设置 再点基础设置 把一键开镜立即开火打开 这样开火延迟就会瞬间消失 非常的好用 咱们再回到基础设置的最上面 辅助瞄准建议打开 这样能让你瞄能更快 打能更准 视角范围拉到最低 这样目标在你的视野里就会变得更大 更容易打中 快速投掷不要开 不然一点投掷物就会立马丢出去 无法瞄准和掐时间 快速起身打开 这样在蹲趴的时候 只需滑到这个按钮上 人物就能快速站立起来 冲刺灵敏度拉到最高 这样无论怎么划方向摇杆 人物都是急跑状态 然后是音画设置 画面品质 选精致或高清 帧数极限 配置高的手机 还可以把抗拒尺打开 这样画面就会变得特别流畅 最后是效果 命中样式选环形要斑 颜色调粉色 距离说放打开 这样打中哪里 一目了难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设置的全部内容 没有提到的 保持默认就行 明天继续讲 无后座的灵敏度 动摇over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